多贏血 干得好 藏不住内心 激动情绪 一听到郑杰终于伏法 死者之一的潘逼珠 儿子直呼大快人心 我从以前到现在就是以暴制暴 对不对 杀人场面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该执行到早就该执行的 拖那么久干什么 浪费空气 浪费粮食 期盼已久的公道终于实现 邱先生尽管心理欣慰 但在看着手机里的合照 回响无辜命丧郑杰到下的母亲 情绪依旧无味杂陈 我心中大石头是只有放下 一点点而已 遗憾一定是还是在 那个伤痛 因为那个伤痛 短时间短时间是没办法磨灭 事隔两年始终难以释怀 如今郑杰已死 邱先生总算能好好睡上一觉 而同样难以释怀的 还有另一位死者张震翰的母亲 这种感觉已经没有感觉了 从郑杰走了 我都没有感觉了 这对我们来讲 怎么说都是痛 因为我的孩子就没了 到过朋友转述才得知强决结果 张震翰母亲内心早已无感 死者谢庆云的母亲 则是到郑杰死前 还等不到一句道歉 让她无法谅解 郑杰事件粉碎四个家庭 两年过去 家属们内心的痛 依旧难以释怀 只盼亲人的牺牲 能为这世上不法分子 有所警惕 带来些许改变 记得这种报导